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11年5月 我曾去到德国做一个检浪和访问 在访问期间 我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 知道天主教传统的情况 就像我背后有很多管风琴 在那边来说更大 看到每一间圣堂有一个很美的管风琴 圣堂又大 有神父宿舍 亦有堂区办公和交友活动的地方 所以好多硬件来说 是非常丰富的 甚至有些厚花软角方面 但参加的信徒里面说 不是很多 而且人们多数是年纪大 甚至一些附制 香港一般都是 几岁或十多岁的青少年 但那边来说 我看到一些附制 很大年纪 那我看什么问题呢 我就会看到 那个问题可能是一个 环境 历史和培育的问题 因为我们香港里面来说 比如说现时 都是有五十三万的天主教徒 人数不是多 佔了香港百分之七 但看回里面 基本上 整个香港环境 都是一个 没有信仰的环境来的 那些人是银食各方面等等 所以变成了 那个福全 全福音的使命是很大的 反正在德国 或者在欧洲的环境里面 那些人一出生就已经领洗 所以个个都是信徒来的 所以不感觉到 需要分享信仰 或者说 整个大家都是信徒 不需要有什么培育 但香港不是 因为你和很多不同思想 环境 背景的人 所以我们都要不断认识自己 所以在沙连里面来说 那个培育 我们天主教里面 做了很多 有些是明显一些的 比如说有些教理中心 培养一些人 做传道元朗年祭的 一些文童课程 另外有一些 在圣经方面 的圣经学院 那些课程 或者在圣人修语的 一个日间的夜间的神学 宗教部等等 一个很有系统 认识我们整个信仰 我们信什么 我们庆祝什么 我们生活什么 或者基督徒的灵神 所以变成是很多人 一起做很多培育的话 变成是我们很认识自己 只因为认识自己 信仰 只能和他们分享 还有很多不同的职务 比如说圣兵团 通过圣哥 詠唱来赞美主 带动人去同主的经验 有些人在圣堂里面 其他不同的服务 但在社会里面 有更多的职务 按照不同一个人的处境 或者可能是教育方面 或者是一些社会正义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服务性的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认识自己的召叫 我们自己的职务是什么 然后经过培育 我们能够发挥这份信仰的动力 所以我看到 教育培育是一生的事干 以及要不断自我培育 终生的培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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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主 请不吝点赞美主 请不吝点赞美主